我 也背对背沉默 等一下 喂 茗玉 喂 陈希啊 是我 李叔啊 晚上过来吃饭吧 我烧了你喜欢的菜 好吧 好 你 你别忘了 早点过来 好 李叔 那晚上见 晚上我要去李叔家吃饭 你们俩也一起去吧 我就不去了吧 李叔都病了 我去也帮不上什么忙 我就陪陪我的小鹏 顺便给他洗个澡 好 贝贝呢 我不去了 我晚上还有事 好 那我走了 贝贝 你过来一下 我再跟你说一下 我觉得这个地方 应该再装一个 装一个盘子吧 然后我们再去买点 油漆 好啊 再去买点 给谁打电话呢 陈希啊 我叫她晚上过来吃饭 爸 您这背包要去哪儿啊 我 餐厅啊 我叫陈希来吃饭 我要去买菜 那你等一下 我陪你去 好 好吧 爸 这个你要吗 爸 爸 你干什么呀 我实在憋不住了 那 那我带你去厕所 走走走 去厕所 这 这不是厕所 爸 你来了 我也是刚从新闻上 知道这件事情的 怎么早不跟我说呢 没什么 说过了也好 既然 日升集团已经没有了 那你就是我唯一 唯一的儿子 我会一门心思 扑在你身上 全心全意地关心你 小子 等着吧 那我是应该感到荣幸呢 还是应该紧张呢 我第一件事要做的 就是你的婚事 今天茗玉怎么没跟你过来 我还得当面谢谢她 如果没有她 咱们父子也不会走到今天 既然你对李小姐心有所属 那就让她 做咱们于家的媳妇 你的爱人 爸爸也满意 爸 你说你这好不容易退休了 还不赶紧放松放松 先把身体调养好 我的事情 你先不用操心啊 怎么 还不好意思了 董事长 东西都收拾好了 车也到楼下了 好 走吧 儿子 走吧 我还会抓不住 你怎么会抓起来 你怎么会抓紧了 他只要是不过 你怎么会抓起来 你怎么还会抓起来 你怎么会抓起来 你怎么会抓起来 小姐 这个文件你签个字 这是你的东西吧 这个 这是李明玉她姐夫结婚用的 我是觉得她设计不错 你不是要订婚了吗 所以我想拿过来给你看一下 是不是可以参考参考 参考什么呀 我还用得着参考吗 像这样的垃圾 我这儿不需要 那莎姐你先忙吧 你这儿也不需要我了对吧 等等 东西拿走 谢谢莎姐 怎么样 怎么样 拿着 撕了 那怎么办 咱要不直接跟李明玉说吧 你没事吧 你要告诉李明玉的话 那我们公司还不得上演猫狗大战呢 还有我跟你讲 我们是广告公司 不是侦探公司 像这种婚后第三者的行为 不归我们管 还有 管好自己的嘴 要不然怎么办 总不能让他们都蒙在鼓里吧 让我好好想想 董事长 董事长 谢谢您这些年对我们的照顾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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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您在我们心里 永远是最完美的领导 谢谢 董事长 没事常回来看看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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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谢谢你们 在日生最艰难的时候 你们都没有离开 我谢谢你们 好好干 把咱们这个品牌 继续做下去 做大 做强 我们会的 会的 董事长 您保重 小玉 想不出来 想不出来 我帮你想 没事 爸 您要是困了先去睡觉 我自己想就行了 我知道 我最近脑子有点糊涂 什么事都记不住了 老了 老了 就给你们小的添麻烦 爸 别这么说 我们小时候 您不也这样哄我们吗 那我还要跟您说 爸 对不起不好意思啊 我觉得现在这样 既能在家里工作 又能照顾您 真觉得挺好的 我 我就怕 你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 因为我给耽误了 因为我给耽误了 小鱼导演 她人真好 她能谅解我们家的状况 让你继续工作 帮我谢谢她 我会的 我会的 晨曦这个孩子 也很好 她每天下了班 就往这儿跑 说是来吃饭 不过我知道 她是来帮你忙的 余导演嘛 事业有成 家境又好 是你领导 又是你工作的榜样 晨曦呢 虽然赚钱不多 不过她朴实善良 又努力上进 说白了 她们两个孩子 爸爸都喜欢 小鱼啊 她们两个人的意思 爸爸都明白了 你还能不懂吗 不过我知道 你现在还在犹豫 不晓得 谁比较好 不过 早晚要做决定的 你记住 不管你怎么决定 爸都支持你 谢谢爸 爸 我接个电话 喂 茗玉啊 小姐跟你联系过没有 没有啊 怎么了 哎呀 小姐不见了 我也不知道她跑哪儿去了 那好 我不都说了 我先挂了 喂 董事长 还没有找到小姐 那就再去找吧 好 怎么了 我一个客户 小孩找不着了 找不着了 那你快去帮着找找 好 爸 那你在家里 别出去乱走啊 我不会 我不会 您放心吧 好 走走走走 哎呀 快 走走走 哎呀 快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我们把它粘起来 一定还能看到 好 好 实在是太谢谢你了 那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 你马上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好好好 好 谢谢啊 怎么样 找着了吗 没找到 该找她全找遍了 一点消息也没有 怎么会突然不见了呢 你们昨天晚上是不是 是这样的 昨天晚上她很晚都没有睡觉 我说了她两句 她就跟我吵 而且还哭了 今天早上起来 连招呼都没跟我打 就背着个书包出去了 我还以为她上学去了 到了中午 老师打电话说 学校根本就没有见到她 我才知道 哎 这个孩子 你先别着急 要不 报警吗 哎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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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把事情搞那么大 再等一等好了 这个孩子真要是操心 董事长 小杰 小杰 小杰为什么会跟你在一起 她今天早晨跑来找我 来了就哭 我问她怎么了 她也不肯说 我哄了半天 她才答应回家的 你撒什么谎 她怎么知道你住哪儿 她怎么知道你回国 我回国之后 的确去学校看过小杰 也告诉了她我家的地址 可这次真的是她自己跑来的 而且我自己的女儿受了委屈 想要跟我说 这有什么不对吗 你的女儿 你尽得过一个做母亲的责任吗 我告诉你 小杰的监护权 在我 你别忘记了 可我是她的妈妈 她需要我 你住口 你配吗 你配当小杰的妈妈吗 滚 你立刻滚 小杰 你帮我这儿了 小杰 好了 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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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着急 我以后永远不想看到你 小杰 走 我要妈妈 我要妈妈 我 我们能聊两句吗 那年我二十二岁 大雪刚刚毕业 原本以为 找到一个自己心爱的人 结婚 生子 就是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了 可是没想到 结婚以后 她变得越来越忙 忙工作 忙事业 而我呢 只好在家里照看小杰 我觉得自己很委屈 整个人生 都给了老公和孩子 好像就是为了这个家而活着 我失去了自我 失去了梦想 所以 我有了外遇 可是你说 你们家那会儿很有钱 生活条件应该不错 怎么还会 就是因为有钱 老公忙工作 很少回家 有时甚至一个月 都难得见她一次 那时的我 很孤独 也很寂寞 其实我宁肯她就是一个穷光蛋 只要她每天晚上 都可以按时回家吃饭 放这儿 放这儿看不见 过来过来过来 放这儿 放这儿 喝咖啡的时候就能看见了 来了来了 来 匹子 你看看这个颜色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这个不错啊 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搭配起来 挺好看的 对对对 是吧 你再看这个 这个颜色也不错 我觉得这个更不错 是是是 是吧 你再看这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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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给我做几个架子 放公司业绩 好的 好的 这一片 啊 就当员工修一去 拿那个玻璃隔断给隔开 好 都寄下来了吗 寄下来了放心吧 行 赶紧去坐吧 来 王府军 亲爱的你怎么来了 你不 你这个王八蛋 哎 你这是干什么 你让人变到我头上来了 你和李明依的今天都结婚了 你还得骗我 我全公司的人都是参加你的婚礼了 今天被人家发现了 你让我叫我丢人 我在公司里面等我下去了 哎 我跟你说 你打死你 你听我说 我跟你说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那时候我根本不认识你 她说她怀了我的孩子 可是我根本就不爱她 我让她把孩子给做了 可她就是不听了 到我当妹去呢 我实在没办法 我才辞得值跟她结的婚 我之所以没敢告诉你 是因为怕你不接受我的求婚 我结婚才知道自己上了当 她根本就是不育不育 我向你报仇 一个月之内我一定把婚离了 我们现在正在办离婚手续 我知道 这个事情我不应该瞒你 是我不好 是我不好 我该死 我该死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你打 我该死 我该死 都是我的错 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我的错 我 我 亲爱的 我求求你 我是真心爱你的 真的 爸 我回来了 爸 爸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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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李叔 李叔 你只要画点贝壳上去 肯定好看的 爸 好 晓月 你来了 爸 你怎么跑过来也不告诉我一声 我担心死了 我怕李叔在家无聊 所以带他过来玩嘛 对啊 我一个人待在家里干嘛 出来晒晒太阳多好啊 你看 这是阿鹏一号 我们一起弄的 对啊 这辆车是阿鹏买的 他以后要看这辆车啊 一边旅行 一边出租充量板赚钱 最后的目的地呢 是夏威夷 明月 你什么表情啊 这车是我贷款买的 不是跟陈希借的啊 你别小看这个车啊 以后我会开着它 环游全世界 我就觉得在海边冲浪的人不帅 所以一边冲浪一边流浪 这才是真正的浪人 等我到了夏威夷以后 我的梦想也就算实现了 我会在那边等你们 还有你们你们啊 到时候一起过来 我们在海边一起烤肉 一起喝啤酒一起冲浪 不过有一点啊 到时候你们所有的人 必须要实现自己的梦想 不然我们接待哦 我开船去找你 来 我跟你们一块去 我要跟那个老外比 那个那个那个 阿罗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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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月 你怎么了 我知道你一直不认可我 但这一次我会做给你看 阿鹏 看到你靠自己的能力 贷款买车 靠车赚钱 还能做这么一件大事 我真的替你高兴 希望我也能跟你们去夏威夷 反正到时候 我也能达到我自己的目标 好啊 欢迎啊 不过 不过你不能再吐我口水了啊 好了好了 别再傻聊了 赶快把车弄好 小黄一号可以出发了 好 快 来 小鱼 带帮帮 爸 今天玩累了吧 不累 我有的是经历 好久没这么开心了 一点都不累 你要累告诉我啊 我背你 你放心吧 你别看你爸我老 我最喜欢跟你们年轻人在一块 因为你们有说有笑 跟你们在一起 我觉得我自己也年轻了很多 你看那个晨曦跟阿庞 他们都有活力啊 阳光开朗 看起来跟我年轻的时候 完全一模一样 才不一样呢 他们哪有您年轻熟帅啊 那是当然了 其实我这个人呢 也没什么大的志向 也不会说羡慕那种有钱人 只要过得平平安安 简简单单就好 快乐对我来说很单纯 知足常乐 那 爸爸就简单快乐地 再活上一百岁 加油 加油 对了小语啊 有一件事 我还得求你帮个忙 爸你说 你姐结婚那个场地呢 到现在都还没有定下来 你能不能帮她打听一下 你知道的 扶君这个人收入也不丰厚 预算不多 不过他又挨面子 要想找到一个寄便宜 又有面子的场地 你把他们想想吧 好啊 爸 你放心 我一定帮姐找一个 很体面的结婚产品 好 乖 入口的感觉 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痛快 所以我们想朝这个方向走 易小姐 我想听实际的做法 好 在我谈实际的这种做法之前 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 首先 你们觉得什么时候是最痛快的 看电影 冲浪 和朋友一起聊天 看球赛 请问这跟我们的广告 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 因为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 享受声光效果带来的 那种愉悦的感觉 配上点爵味 或者冲一个好浪 轻松地躺在沙滩上 吃着卤味喝着啤酒 那会是一种 什么样的感觉 加倍的痛快 继续 所以我觉得这支广告 额外的包装 都会削弱产品本身的气质 我们想要呈现的 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垂手可得 不虚荣不作作的痛快 没错 我们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说嘛 我觉得看球赛 不一定要去现场 大家约上三五好友 在电视机前面 也可以为自己的球队呐喊 大家一块喝着啤酒 一起开心一起呐喊 一起吃着爵味 这也是一种痛快 而且我们还想通过这支广告 传递给消费者一个生活理念 那就是只要用心感受 痛快 无处不在 好 那这支广告 就麻烦各位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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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上上上 穿给他 穿给他 对对对对 进进进进进 进了 好球 必须是他 我就知道 来 哎 小姐快过来 这个比赛不得了 你 你看什么 你输了就输了嘛 你点好球啊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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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来 看球 看球 好好 这这就是传给他 传给他 你传给别人干什么呀 老李 下棋了 完了 下你的头啊 你看 这比赛多精彩啊 看完 看完 看完再下 一堆人追一个球 有什么好看的 你上次还欠我两局 我还没向你讨回来 好 那 我跟你下 今天要让你输得 心服口服 加油加油加油 我 帮我录下来啊 好好好 没问题 你爸就转着我了 谢谢 哎呀 走吧 算了 哎呀 走了走了 哎呀 走了走了 谢谢你啊 陪我爸看去年的比赛 不会啊 我也好久没有这样 陪李输了 你今天心情看起来不错 看到我爸高兴 我心情也会变好的 我跟你说 我新的广告提案又过了 恭喜你 谢谢 这个广告提案特别难弄 你现在的口吻 越来越像女强人了 才没有呢 哎 你知道吗 嗯 这个广告的暗号 是我爸帮我想到的 李叔 昨天他跟我聊天的时候说 快乐其实可以很简单 所以我就想到了 嗯 怎么了 哦 没有啊 我只是觉得 你的广告里面 和你现实生活中 刚好相反呢 你以后就知道了 我们越长大 责任越重 不能再只为自己而活 而且 我得赚钱养我爸 哎 对了 今天晚上你快来吗 今晚什么事 你不会忙忘记了吧 今天晚上是晨曦游艇的庆祝会啊 今晚 哎 这个给我 别抢别抢 我的 都有 这什么呀 待会就知道了 你不能喝饮料 喝酒了都 哎 不要等我啊 你们先喝就行了 先喝吧 哎 让我们来敬阿庞和小庞一号一杯 来 好 等一下等一下 我说两句啊 我特别的感谢大家 因为有了你们 所以才有了新的小庞一号 上面的每一道油漆 每一个灯泡 都是你们给我的祝福 我要带着他 冲到夏威夷一圈 好 干杯 干杯 好 阿庞 这是我替你准备的惊喜 下一次 我们放他的地方是 夏威夷 好 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 来 我要拍这个 欢迎我喽 这个好 这个好 好 小心打啊 这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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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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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知道 你不被骥了 你不被骥了 我現在就放開我 你不看我 趕快走 你不看到我 我只是笑了 快點 小心點 咪 年輕 咪 不要下去 咪 你有活氣 等你 别跑 别跑 刚才还好好的 怎么会这样 前两天贝贝还跟我说 喜欢海边的工作 喜欢我们这些朋友 她的人生也因此变得不一样了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自责我心里难受 你让我说一下怎么样 都怪我 因为我没注意 贝贝才 你别胡说 贝贝不会有事的 医生 她怎么样了 病人脸上身上严重烧伤 情绪非常不稳定 暂时呢先打针钉剂 让她休息 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只要不发生严重感染 应该不至于吧 但是呢脸上和身上 会留下疤痕 病人很年轻 又是个女孩子 心理上的压力也免不了 好 复健的路很长 你们要有耐心 要有心理准备 大夫 可不可以通过直皮手术治疗 能不能回到以前的样子 烧伤太严重了 就算直皮 也不可能恢复到以前的样子 相遇 对不起 是我不好 都是我不好 贝贝当初说要去海边打工 说要搬出去住 要过不一样的人生 我应该极力阻止她 哪怕是因为这样 我们姐妹翻脸 也不会发生今天这样的情况 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不好 好了 先过去休息一下 你再怎么哭都无济于事呢 我们先冷静下来想办法 好吗 我觉得 李叔那边 你先晚一点 等贝贝这边稳定下来 你再通知她 好 这样 待会儿你先打个电话回去 就说今天晚上公司通宵下班 你明天才会 有我在这儿 我在这里陪你一起 为贝贝祈祷 好吗 相信我 贝贝不会有事的 怎么会这么严重啊 也许 去 造化弄人吧 不 这哪叫造化弄人呢 这就老天瞎了眼 放着满大街的骗子 坏蛋她不去烧 她非得烧这么一个女孩 是啊 这么好的女孩 这以后该怎么办 还以后呢 能活着撑到现在就不错了 乌鸦嘴 大哥 我的意思是说 先平安地度过现在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李明玉还在医院吗 在 你说这李明玉真够倒霉的 她怕前脚刚生病 她妹妹又出事 李明玉跟大家共识这么久 如今家里又出这么多事 大家能帮的 尽量帮帮她 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 尽管招呼 好 那我们先去赶活了 走 打给谁呢 阿鹏啊 她现在一定很难过 喂 兄弟 贝贝的事我们已经听说了 你没事吧 人没事就好 对 对啊 匹泽 我先管了 先管了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还有 派案的衣服 关于婚婚的钱 这段行动 之后 一遍 这条例子 也让我们再打了 尽管她 接下来 判存些 可是检查了很多遍的 不可能有问题啊 哪有那么多废话 我让你重写你就重写 你别以为你是老板的同学 你就在我这儿来劲了是吗 啊 莎姐 我没这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啊 你的意思是说我找你麻烦了 我要是找你麻烦 你还能回到今天吗 好 我重写 你给我回来 你什么态度啊你这是 我告诉你 我已经受够你了 你每天上班的时候 不是打游戏就是玩球 这是公司 不是游戏厅 你以为你是老板的同学 就可以无法无天了 要不是楚昊 哪个公司能用你啊 别以为你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 就了不起了 我告诉你 我从国内找个大专生 比你强一百倍 下班前 把这份报告 放在我桌上 我必须要看见 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没有 出去 出去 好的 莎姐 小鹏 小鹏 为什么给你机会你不珍惜呢 你知道我昨天有多高兴吗 昨天的朋友都在祝福我 为我们做了那么多的事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风风光光地出发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他们看得起你知道吗 你呢 你为什么要给大家希望 然后再把大家拉到地域里去 你还妄想换一个世界呢 你也不看看你那个德行 你有那个资格吗你 我正后悔把你买回来 你城市不足 你办事有余啊你 你说你啊 你是你自己被烧也就算了 但是你才连累了贝贝和陈希 你被为伤了全新的船也没了 你高兴了吧你 你满意了吧你 你阅上了 你阅上了 你还带呀 我希望你 你才对子 你 听我说他 我 对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